焚,我知折裂观,世道梁离,人心日下,国章不国这一类话,本是中国历来的叹声。 不过时代不同,则所谓日下的事情,也有千变,从前指的是夹是,现在叹的或是月是。 随了进情预览的东西不敢妄说外,其余的文章已论里,一向就带这口吻。 因为如此叹息,不但针边世人,还可以从日下之中,除去自己。 所以君子固然相对概叹,连杀人放火嫖妓骗钱以及一切鬼运的人,也都成作恶如霞,遥着头说道,他们人心日下了。 世风人心这件事,不但古吹坏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古吹,只是旁观,只是想患,只是叹息,也可以叫他日下。 所以近一年来,居然也有几个不肯逃脱凶然的人,叹息一番之后,还要想法子来挽救。 第一个是康有为,指手或脚的雪虚军共和才好,陈独秀便斥他不兴,其次是一帮灵学派的人, 不知何以起了极古奥的思想,要请孟姓以乎的鬼来或策,陈百年前缘同刘半龙幼渡他胡说。 这几篇博论,都是新青年女最可寒心的文章。 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楚光。 假如新青年女,有一篇和别人遍地球方圆的文字,读者见了,怕一定要发精。 然而现今所变,正和说地体不方相差无几。将时代和事实,对照起来,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 近来虚军共和事不提了,灵学似乎还在哪里倒鬼,此时却又有一群人,不能满足,仍然摇头说到,人心日下了。 于是又想出一种挽救的方法,他们叫作表彰折裂。 这类妙法,自从军政复古时代以来,上上下下,已经提倡多年,此刻不过是树起其次的时候。 文章议论里,也照例时常出现,都让到表彰折裂。 要不说这件事,也不能将自己提拔,出于人心日下之中。 折裂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折士,列士的名称。 然而现在的表彰折裂,却是专子女子,并无男子在内。 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戒说,大约折是丈夫死了,缺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越早,家女越穷,他便折得越好。 列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切发自长,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 这也是死得越惨越苦,他便列得越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尝,便免不了以论。 万一幸而遇着宽厚的道德家,有时也可以略迹原情,许他一个列治。 可是文人学是,已经不甚愿意替他作传,就令勉强动不,临了也不免加上几个悉夫悉夫了。 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清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够了。 大意指示如此,康有为借众皇帝的虚名,灵学家传靠着鬼话。 这表彰折裂,却是全权都在人民,但有漸进自力之意了。 然而我仍有几个疑问,需得提出,还要据我的意见,给他解答,我又认定这截列救世说,是多数国民的意思,主张的人,只是喉舌。 虽然是他发声,却和四肢五官神经内藏,都有关系。 所以我这疑问和解答,便是提出于这群多数国民之前。 首先的疑问是,不折裂中国称不守折作失折,不裂却并无成语,所以只能合清他不折裂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 照现在的情形,国章不国,字不消说,丧尽良心的事故,曾出不穷,都冰度拆水汗饥荒,又接连而起。 但此等现象,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行为思想,全抄旧象,所以种种黑暗,竟和古代的乱世仿佛, 况且政界、军界、学界、商界等等里面,全是男人,并无不折裂的女子夹杂在内。 也未必是有权力的男子,因为受了他们蛊惑,这才丧了良心,放手作恶。 至于水汗饥荒,便是专拜龙神,迎大王,南佛森林,不收水利的祸税,没有新知识的结果,更与女子无关。 只有刀冰度拆,往往造出许多不折裂的妇女,但也是冰度在先,不折裂在后,并非因为他们不折裂了,才将刀冰度拆招来。 其次的疑问是,何以救世的责任,存在女子? 照着旧派说起来,女子是阴泪,是主内的,是男子的附属品。 然则自世旧国,正需扎成羊泪,全障爱子,偏怒主体。 决不能将一个绝大题目,都各在阴泪肩上。 唐医生说,则男女平等,义务略同,重令该担责任,也只得分担。 其余的一半男子,都该各尽义务,不得须除去强暴,还应发挥他自己的美德。 不能专靠情劝女子,便算尽了天职。 其次的疑问是,表彰之后,有何效果? 据截裂为本,将所有活着的女子,分类起来,大约不外三种,一种事已经首折,应该表彰的人列者非死不可。 所以,除出一种事不截裂的人,一种事尚未出嫁,或丈夫还在,又未遇见强暴,截裂与否未可知的人。 第一种已经很好,正蒙表彰,不必说了。 第二种已经不好,中国从来不许懒悔,女子做事一错,保过无及,只好任其收杀,也不值得说了。 最要紧的,只在第三种,现在一经感化,他们便都打定主意道,倘若将来丈夫死了,缺不再嫁,遇着强暴,赶紧自财。 事问如此立意,与中国男子做主的世道人心,有何关系? 此个缘故,已在上文说明,更有附带的疑问是,折裂的人,的经表彰,致是品格最高。 但圣言虽人人可学,此事却有所不能。 假如第三种的人,虽然立志极高,万一丈夫长寿,天下太平,他便只好饮恨吞声,做一世次等的人物。 以上是单依旧日的常识,略加研究,便已发见了许多矛盾。 若略大二十世纪气息,便又有两层,一问折裂是否道德。 道德者是,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由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 现在所谓折裂,不得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 所以缺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上回申青年登出的精粗论女,已经说过理由。 不过精是丈夫还在,哲是男子以死的区别,道理却可类推。 只有列的一件事,尤为奇怪,还需略加研究。 照上文的折裂分类法看来,列的第一种,其实也只是首折,不过生死不同。 因为道德加分类,根据存在死活,所以归入列类。 性质存异的,便是第二种,这女人不过一个弱者现在的情形,女子还是弱者突然遇着男性的暴徒,父亲丈夫力不能够,左轮右舍也不帮忙,于是他就死了,或者竟受了欲,仍然死了,或者终于没有死。 久而久之,父亲丈夫伦舍,夹着文人学士以及道德加,便漸漸聚集,的不收自己协弱无能, 也不提暴徒如何情办,只是七口八嘴,以论他死了没有,受污没有,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 于是做出了许多光荣的烈女,和许多被人口诛不伐的不烈女。 只要平心一想,便各不像人间应有的事情,何况说是道德? 而问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没有表彰截列的之家? 替以前的道德加说话,一定是理应表彰,因为凡是男子,便有点与众不同,社会上只配有他的意思。 一面又靠着阴阳外外的古典,在女子面前请能。 然而一到现在,人类的眼泪,不免见到光明,晓得阴阳外外之说,荒谬绝伦,就另如此,也正不出阳比阴尊贵,外比内崇高的道理。 方且社会国家,又非单是男子造成,所以只好相信真理,说是一律平等。 既然平等,男女扁都有一律应手的契约,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别要求。 若是买卖欺骗贡献的婚姻,则要求生时的精粗,尚且毫无理由。 何况多妻主义的男子,来表将女子的截裂。 以上,疑问和解答都完了,理由如此之理,何以直到现今,居然还能存在。 要对付这问题,虽先看截裂者是,何以发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的缘故。 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 后来,殉葬的风气,漸漸改了,首节便也漸漸发生。 但大底因为寡妇是鬼妻,亡云跟着,所以无人敢娶,并非要他不是异夫。 这样风俗,现在的蛮人社会里还有,中国太古的情形,现在已无从长考。 但汉州莫须有殉葬,并非专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无什么才制,便可知道脱离了这中习族,为日已久。 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截裂,直到宋朝,那一班业余的才说出我死是小失节是大的话,汉见历史上重识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 出于真心,还是故意,现在却无从推测,其时也正是人心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全国市民,多不像样。 或者业余的人,想借女人手折的话,来边策男子,也不一定。 但旁敲则击,方法本嫌鬼碎,其意也太难分明,后来因此多了几个接抚,虽未可知,然而利文将卒,却仍然无所感动。 于是开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国终于归了长生天气力旅大福任务助女的甚么涉嫌皇帝,元宅督皇帝,曲律皇帝了。 此后皇帝换过了几家,首折思想倒反发达,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月要女人首折,到了清朝,愚者珍是愚家利害。 看见唐人文章旅有公主改嫁的话,也不免勃然大怒道,这是甚么事。 你竟不为尊者为,这还了得,假使这唐人还没着,一定要斥格公明,以正人心而端风俗了。 国文将到被征服的地位,首折性了,列女也从此注重。 因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该嫁人,自己活着,自然更不许被夺。 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才,鼓吹女人自杀。 或者妻女极多的阔人,喜怯成行的富翁,乱离时后,照顾不到,一遇逆兵,或是添兵就无法可想。 只得够了自己,请别人都做烈女,变成烈女,亦兵便不要了。 他变代是定以后,慢慢回来,轻赞几句。 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经地义,别土女人,贬都原事。 因此世上谁有了相列合传,七机无智,甚而置于淺谦益的集中,也布满了照折父前列女的传记和歌颂。 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文情,又是女应首折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做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见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 但主张的是男子,想当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无意言呢? 原来父者服也,你应服侍于人,教育固可不必,连开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体质一样,成了畸形。 所以对于这畸形道德,实在无甚意见,就另有了意义,也没有发表的机会,做几首归宗望月圆女看花的诗, 尚且怕男子骂他怀春,何况竟敢破坏者天地间的正气。 只有说部书上,记载过几个女人,因为竟遇上不怨首折, 据造书的人说,可是他在嫁以后,便被前夫的鬼捉去, 落了地狱,或者世人个个谁骂,造了乞丐,也警求乞无门,终于惨苦不堪而死了。 如此情形,女子便非伏也不可, 然而男子一面,何以也不主张真理,只是一味敷衍呢? 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余的垄断了。 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余的书, 听不到一句非是人的话。 除了和尚道士,凤只可以说话的以外, 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我仿一部。 方且世人大抵受了愚者犹也的影响,不述而作,最为犯忌。 即使有人见到,也不肯用性命来换真理。 即如失节一事,岂不知到必须男女两性,才能实现。 他却专责女性,至于破人折躁的男子, 以及造成不裂的暴徒,便都含糊过去。 男子究竟教女性难野,懲罚也被表彰为难。 其间虽有过几个男人,实觉于心不安, 说些失女不应守自殊死的平和话, 可是社会不听,再说下去,便要不容, 与失节的女人一样看待。 他便也只好便了由也,不再开口了。 所以折裂者是,到现在不生变革。 此时,我应声明, 现在鼓吹折裂派的里面, 我颇有知道的人。 感说确有好人在内,居心也好, 可是救世的方法是不对, 要向西走了不了。 但也不能因为他是好人, 便竟能从正西直走到北。 所以我又愿他回转身来, 其次还有疑问, 折裂难吗? 答道, 很难, 男子都知道极难, 所以要表彰他, 社会的公义, 向来以为精淫与否, 存在女性。 男子虽然有或了女人, 却不负责任, 譬如甲南忍有阅女, 阅女不稳, 便是精淫, 死了, 便是烈, 阅男并无恶名, 社会可算纯古。 倘若阅女稳了, 便是失淫, 阅男也无恶名, 可是世风被阅女败坏了。 别的事情, 也是如此, 所以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 每每归咎女子, 糊糊糊糊的代担全体的罪恶, 已经三千多年了, 男子既然不负责任, 又不能自己反省, 自然放心誘惑, 文人著作, 反将他传为美谈。 所以女子身旁, 几乎布满了危险, 除却他自己的父亲丈夫以外, 便都带点诱惑的鬼气。 所以我说很难, 折裂苦魔, 答道, 狠苦, 男子都知道狠苦, 所以要表彰他, 凡人都想活, 烈士必死, 不必说了, 折腐还要活着, 精神上的惨苦, 也孤且忽论, 单是生活一层, 已是大宗的痛楚, 假使女子生计已能独立, 社会也知道互助, 一人还可勉强生存。 不幸中国情形, 却正相反, 所以有钱上可, 行人便只能饿死, 直到饿死以后, 坚惑得了声表, 还要写入字书。 所以各府各愿自书传记女的末尾, 也总有几卷烈女, 一行一人, 或是一行两人, 照钱宣理, 可是从来无人翻读, 就是一生崇拜折烈的道德大家, 让问他贵愿自书女列女门的前十名是谁, 也怕不能说出, 其实他是生前死后, 竟与社会莫不相关的, 所以我说狠苦, 照这样说, 不截裂便不苦吗? 答道, 也狠苦, 社会公义, 不截裂的女人, 既然是下品, 他在这社会里, 是容不住的。 社会上多数古人无无胡互存下来的道理, 实在无理可讲, 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 击死不合意的人。 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女, 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 折烈的女子, 也就死在这类。 不过他死后间有一回表彰, 写入字书, 不折烈的人, 便生前也要受随便什么人的谁骂, 无主名的虐待。 所以我说也狠苦, 女子自己愿意折烈吗? 答道, 不愿, 人类总有一种理想, 一种希望, 虽然高下不同, 必须有个意义, 自他两利固好, 至少也得有益本身, 折烈狠难狠苦, 的不利人, 又不利己, 说是本人愿意, 实在不合人情, 所以假如遇着少年女人, 诚心足赞他将来折烈, 一定发怒, 或者还要受他父亲丈夫的专权, 然而认够劳不可破, 便是被这历史和数目的力量积着, 可是无论何人, 都怕这折烈, 怕他竟钉到自己和亲骨肉的身上, 所以我说不愿, 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 要断定折烈者事事, 极难, 极苦, 不愿身受, 然而不利己他, 无益社会国家, 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 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临了还有一层疑问, 折烈者事, 现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折烈的女人, 起飞白虎一番魔, 可以答他说, 还有哀悼的价值, 他们是可怜人, 不幸想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 做了无主名的牺牲, 可以开一个追悼大会,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 还要发怨, 要自己和别人, 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 要随去虚异的脸谱, 要随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 还要发怨, 要随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 要随去制造并想换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怨, 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1918年7月31日,